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VR融入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程序 还需要数年时间 在这些应用程序中 游戏可能首当其冲 但是VR要想真正成为主流 还需要其他应用 如视频 社交等 这些应用能提升用户的日常互动 从而推动VR走向大众市场 第二章 VR的目标是在场 在场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正身处VR世界中 而不仅仅是带着VR头盔 VR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 还要确保不让用户出现运动症 这需要VR设备满足特定的技术规范 无论硬件还是软件 要实现完全在场需要满足 诸多核心技术指标 包括硬件层面和软件层面 在下图中 德影展示了当前主要VR设备 在这些标准上的满足情况 包括位置追踪 显示 镜片质量 校准 触觉和音频等 主要VR平台在满足在场标准方面的对比 基于上图可以总结出两个结论 结论一 基于台式机和游戏主机的VR系统 已经为VR的普及做好了准备 即使内容尚未完全到位 结论二 要实现完全在场体验 移动VR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要创建在场体验 VR头盔的设计仅占一小部分 扮演更重要角色的 是CPU GPU追踪系统和软件 下面的图 以HTCVF为例 说明各要素之间 是如何相互呼应的 HTCVF已经满足了 提供VR内容的技术规范 以及支持VR的台式PC 这套系统要正常工作 还需要在台式机上 安装SteamVR API 从而将应用软件与硬件连接起来 以确保信号被发送到VR头盔和控制器上 HTCVF的出众之处 在于即令人难以置信地显示 Lighthouse动作 追踪系统 以及允许用户 在广阔空间内随意移动 而非固定位置等特性为一体 如果搭配上Touch动作控制器 Arculus也将支持同样的功能 但要等到今年下半年 索尼PS VR也支持类似功能 但能力有限 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 当前能充分利用 完全在场VR体验的内容很少 随同Oculus Rift免费赠送的两款游戏 EVE Valkyrie和Lucky's Care 确实不错 但并未完全将用户置于游戏之中 在场 并不局限于游戏 还可以应用于其他一系列体验中 如音乐会 健身 商务会议 和社交互动等 在上述应用体验中 必须要做到慢速和近距离 以防止出现困扰 许多VR体验的运动症 到目前为止 我们见到的完全在场VR体验的 最佳应用包括 Oculus Toybox 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称 这是我最近感受到的 最疯狂的Oculus体验 该应用除了充分利用 Touch控制器的威力 Toybox还支持 多玩家模式 在Toybox平台上 玩家可以相互看到对方 例如 两个用户 打乒乓球 使用道具对战 一起放烟花等 所有这些 都发生在 VR世界中 很好地展示出了精准 自然的VR输入所带来的快乐 Tilt Brush Tilt Brush相当于是 Windows画图工具的VR版本 允许用户 在3D空间内 通过控制器来绘画 雕刻 London Heist 伦敦结案 London Heist 是专门为PS4和PSVR开发的 第一人称动作 射击游戏 充分地利用了 PS的摄像头 和动作控制器 用户可以完全控制 自己的身体和手臂 有一种 身处动作电影之中的感觉 第三章 VR目前的挑战 目前有一些禁忌 和中长期内的挑战 可能影响到 VR的普及 与2007年 至2010年间的 智能手机市场相似 开发个一个大规模 有活力的VR开发者社区 需要时间 对智能手机而言 直至2011 至2012年 应用下载量 才真正开始腾飞 所以VR生态系统 也需要同样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